第二个是做的这个 轻薄面筋会先均 轻薄面筋会先均 轻薄是啥意思 就是这个面筋加菠菜汁 调的颜色 我明白了 就是面筋 那今天我们准备的是这个 用菠菜汁做的这个面筋 就是面筋 因为面筋它到底 这个每次你们厨师在做的时候 都是要现场来和面吗 我觉得很简单 就是它调的这个 最重要的是年粉 和那个生粉 您刚才说的这个生粉 是指的就是豆粉是吧 就是豌豆粉 还有豌豆粉 还有红烧粉 土豆粉 那我们今天用的是 这个是什么粉 这个是玉米粉 玉米粉要筋到 要有劲儿的 这个是面粉 好 面粉 好 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还准备了 您刚才说的这个 这个是啥子锅 这个是鸡腿锅 鸡腿锅 鸡棕吗 鸡棕 黑鸡棕 黑鸡棕和白鸡棕 两种鸡棕哪一种营养价值更高一点 这个黑鸡棕 今天这个高得多 因为它加给它高得多 这个鸡腿锅 所以这个鸡腿锅 它就是一般的鸡腿锅 按照这个节庆 大家都觉得这个夏天吃东西呢 就像刚才小洛在说 哎 蓝姐姐今天就吃了个糖 啥也没吃 因为没有胃口 因为天太热了 所以在这个季节呢 我们吃一些 就是比较时令的一些菜 对吧 清淡一点为主的 好 我们就从那个 做这个面筋开始 咱们也可以不用剥菜吃 可以不用 看国家西亏 一块一块两块 一块一块 富罗伯酸 看国家西亏 对 就是小朋友可能会很喜欢 好 那我们来现场操作一下 马上来和面吧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用韧饼 有点像我们平时吃的 在火锅店吃了个虾滑 往下加的环节 但是这样掌握 那个韧饼 还是到水里面先去过一下 沾点水 好 这样大概是煮 基本上就是煮断生了就可以了 要不要检查一下 里面有没有白芯 这浮芡几不就好了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是中大厨刚才 就是事先已经做好了 因为我们在现场没有打搅拌机 就没有办法做那个这个菠菜汁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道理 就是和面的时候那个水呀 就直接用菠菜汁来和面 它就是出来这个效果 现在看是不是一样一样的对吧 好在家里呢也可以做这种白色的 好浮起来了以后 这个面匀就做好了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处理一下 这个鸡腿菇 还有鸡粽 这个季节是吃鲜菌的季节 嗯特别新鲜 选你那口感好吗 选你吃一个 红色牛菌子 你需要把红色的久一点的一个时间 对 你比如说像那种剑手青 那也吃出来倒是好看的 你吃了以后你满眼睛全部都小人 谢谢那个红色山白杆杆 你知道吗 我知道了就是看小人的季节了对吧 对对对对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在先进出来的这个季节 往往有很多人对这种菌子呢 就掌握不是很好 一般的知识呢就是你甭管什么菌 你先下锅你要把它整熟 多少分钟呢 十分钟以上 所以呢对于那种长得特别好看的 你就最好就别去碰它了 像这样的话呢 其实也挺好看的哈 这样吃都还是需要十分钟以上对吧 对 这个先把它传染水定下来 但是我怎么听说有那种菌子呢 比如说像松茸 它也可以吃那个刺身 对 松茸可以吃刺身 它是无毒的对吧 半生不熟的它其实就有毒 是吗 生的还没毒吗 但是要看各种品种嘛 对 松茸是可以的 对 但其他的菌就保不齐了哈 我们就大概 好这么多够了啊 把那个菌子先传染水 传染水下锅就这边出去一块 传这个菌子是不是需要加点盐进去 可以少加一点 我们就来点盐 好 好 浓死一下 好 钟师傅我看你这还准备了这个肉扫哈 就是偏肥一点的 这是什么重要 这是五花肉 这个最强的这个意思 哦 这个就盘盘盘 几个月拿来浓吗 这个盘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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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开始炒了 先把锅 热锅冷油温柔 热锅温油温柔 这样的话它就制了锅以后 就不会粘锅 加猪油 猪油增加一个香味 我们就开始炒猪油 这个大点增加它的香味和浓度 要下锅先把它炒香 炒来翻沙 对 这是切煮过来 这个市场上就卖凉水 卖豆芽的那个窗子 那个摊就有卖这个的 也很便宜 炒到什么程度呢 也就是上面看不到这种 豌豆的颗粒形状了吗 就是把它炒散 你看它这个融化了 然后就加糖 好 加水 加多少 然后就把它烧开 把浓度先弄出来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炸炸来就不要 哦 炸还不要 增浓度的话 还是只有用这个卖豆汤 因为以前用这个盘子 在酒店用的地方 那我咨询一下 比如说像我们平时吃的 什么什么捞饭 那里面的那个浓汤汁 是不是用盘子 盘子的这个来做的 尤其是有用的 但是很多有什么用的 但是它是有 咨询用的那个 调的浓汤 所以它就浓了 所以它就浓了 所以刚才炒那个目的就是要让它 整个的浓稠度的 它就松散了 就不是像现在一坨一坨的了 好 我们把渣给它立起来 然后我们就先把这个 刚刚煮锅里的那个筋子 先上一坨 重头起来了 哇 这个煮下去真的够鲜了 这个汤 好吃 都煮了 桃子香多了吧 那些 对呀 我现在我就后悔 刚才那个桃吃多了 我应该吃这个 然后再把那个面鱼要加进去 是吧 这个前一个它再加面鱼 哦 好吃 想象都好吃 这个可比刚才我们看的那个 甜碎面更好吃了吧 哦 鸡棕在这个季节吃呢 是特别鲜的 光是一份鸡棕 那得花老鼻子钱了 很多的地方 它自己下 下过雨之后还去采 那是野生的嘛 对 这个是人工养殖的 人工养殖的 人工养殖的是保证一年四季都有嘛 这个鸡棕 对 哦 这下好了 你看 天大地大的 大不了咱们人的力量大 咱们就切着腌 加着那个胡萝卜 哦 漂亮 好 直接腌 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说 我觉得这个相当是一半菜一半主食就可以一起吃 好 现在这个味道已经都入进去了 好 接下来我们把它起锅装盘 汤太多了 尤其你喜欢汤多的 这边都可以看你脖子吸了 哦 不然看不到菜了 但是这个汤啊 真的 好营养哦 拿碗来 我要吃了 对啊 南姐姐 还有一个做牛 还有一个工序 你还要怎么着 还要把酥香 哦 还要再炒一炒 对 就这样炒就可以了 小罗 这下你就知道 平时在生活当中做一道菜是多么多的一些工序 你就是喊的外卖 刚才吃了点凉面 但是你要参加我们节目了以后 下一次你就知道了 在家里也可以尝试做一些这些菜 好的 是不是有点像那种味道 我当时去吃这个脆子 差不多这个 哦 我去那边脆子也还炸的 这下彻底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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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 好嘞 把我两米长的那个筷子给我拿出来 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终于可以吃了哦 大家都要讲究一个 用工筷的好习惯 那就走 哦 对对对 孩子嘛 本来就是 烫死我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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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吃了哦 尝尝 烫 烫死我了 是不是加了一斤多味鸡 鸡精的那个口感 对 一口鸡精 一口鸡精 一口鸡精都没加 所以这么一个仙俊 在这个季节 我觉得吃起来 常常把死 愿不愿意 愿意 你觉得 把死我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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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